这可能是WWE最令人感到恶心的选手 你看他正一把把的把虫子往嘴里塞 石虫者马丁莱特是WWE历史上最具恐怖色彩的传奇选手 也是不少衰迷小时候的童年阴影 恐怖形象的代表当然还有藏爷送葬者 但如果说藏爷的恐怖是让人感觉到神圣高雅的话 那石虫者的恐怖就是纯狗吧恶心人 当然也有很多人说他吃的虫子是假的 事实上他也曾在采访节目中教大家用果冻制作这种虫子状的食物 看着也确实像那么一回事 所以是我们误会他了吗 怎么可能 是自己会扭动的东西你跟我说是果冻 我是你个鬼 实际上他所使用的其实是一些面包虫和蚯蚓 马丁莱特作为一个不吉人会吃这些其实也很正常的啦 嗯 烤一烤 炸一炸 嘎嘣脆 感情有卫生啊兄弟们 恶心归恶心啊 石虫者本身的擂台技术确实也是够硬的 他毫无疑问是WWE历史上视觉塑造最成功的选手 为衰迷奉献了不少精彩瞬间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也会进入名人堂 在WWE永久留名